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志强 欢迎收看今天我们特别紧急加开的这个盘中及时 跟各位录的一个节目 为什么说是紧急呢 因为在今天我下午要去非凡录这个财经节目 当特别来宾 所以再加上今天的盘面有一些重点 要跟各位去做提醒 所以今天特别赶快来录这一集的节目 在上午的时间 目前应该差不多11点左右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还是烦请所有的投资好朋友 这个动动手把我们的个人频道订阅下去 个人频道订阅下去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什么呢 鸿海家族大牛飞天 那盘中的重点提醒等一下一起来讲 那在正式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还是烦请所有的好朋友 谢谢大家的按赞 谢谢大家的留言 您的留言我都会看 您的留言不管是批评指教鼓励 而且还是都真心的感谢各位 来我们在指数的部分 基本上今天稳定了盘面 稳定了盘面 就是读同我昨天盘中 以及昨天的这个盘中的小定音 还有昨天的节目当中 特别讲说这是因为周选择权的一个结算 所以刻意让指数上下震荡非常的剧烈 有特定的资金想要往下压 但是呢你会发现又有人一直要防守 所以今天他马上就稳住正脚 符合我们的预期 但是这边要特别另外注意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OTC的一个部分 OTC的部分今天反攻 但是他还没有站回月线 昨天一根长黑下来没有站回月线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样在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所以在这个盘式当中呢 他目前就是处在所谓的个股表现的一个时机点 个股表现的一个时机点 那在个股表现的时机点当中呢 您要如何去留意一些操作上的重点 这就是紧急加开的这个节目的一个关键 来第一个重点提醒2371的大同 我想有看我节目的都知道 那时候呢2371的大同修正下来的时候 我们有跟各位说 尤其在这一天3月15号 盘中吉时小定义Lighter就跟各位讲说 在这个位置外资借券一直在回补 一直刻意压低的一个回补 所以这两天冲了上来 这两天冲了上来 有跟着买的恭喜各位 也要恭喜我们的会员 但是今天我要特别提醒 提醒什么 就是说今天你可以看到 开始震荡比较剧烈一些 所以我说利多见报误追买 今天操作股票最重要一件事情 不要看报纸买股票 当利多出来的时候先缓一缓不要急 因为毕竟大同要急的是别人 不是我们 我们是先前48 49 50 51都已经先买好 所以现在来到57上下去做震荡 不用急着去追买 等利多先消化一下 后面观察的情况再决定 因为他毕竟冲上来之后要整理 然后能源的概念 涨多休息要见好收钱 来我们这边先跟各位提醒 身为人我昨天有跟各位讲了 我们先获利先卖了一半 然后今天震荡的时候 我们先行撤退 那当然中长线并不是不看好他们 中长线并不是不看好能源概念 但是短线涨多之后 我认为有可能要开始休息 所以呢因为我的股票只有三到五档 我们带会员朋友操作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持股档数的一个限制 因为我不喜欢股票太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抉择 当短线涨多的一些股票呢 因为毕竟他已经涨很久了 涨一段时间了 从我二月开始讲 现在已经快四月份了 所以呢短线涨高之后 他必须要休息 那为什么特别把中兴电这张先打开来看 你会发现昨天他其实是带量冲高 带量冲高 而且这个上影线还相对是比较长一些 比上一次这一根红K还长 所以呢今天一根黑K下来 如果这边整理不漂亮 后面就开始要回撤 后面就有可能开始要回撤 那我们看1514的亚历 也有类似的现象 也有类似的现象 1503的中兴电目前由于是在分盘交易 所以你用价量的关系来去看 不太不是这么的准确 但是呢你从亚历 从这个市电 从这个中兴电 你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存在 所以能源概念短线长多休息 先建好休钱 资金可以开始去做一些移转的一个动作 那目前我们看好的是机器人的概念 那另外呢 我在因为现在是在盘中的时间 你在盘中的时间 你看我们的这个2354的红准 2354的红准到目前还在11点半左右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我们先要跟各位讲就是说刚刚有谈到锁定机器人概念之外 刚刚我在上来录节目之前正在看生技族群 那等一下搞不好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就先敲进去 但是目前还没动作 我们只是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预告 还在观察当中 现在11点半的时间还在观察当中 然后呢 红海的此地兵轮流发工 就如同我这个标题上面所下的大牛都会飞天 次于是哪一只大牛呢 刚刚其实稍微大家已经有稍微瞄到了一眼 来在上个礼拜3月20号21号 这两天的一个节目当中 我们办了一个活动 给各位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公公的一个子弟兵 这个听说昨天那个华安还攻上掌停 还有这个还有观众朋友在在在留言 老师你六颗星还攻上掌停 那当然这个华安的部分其实是玩笑话的 还是再次提醒 那个是我们引用周星驰 这个应该是唐伯虎点秋香 然后华安 华安 谢谢你 这个概念去引用出来 所以不是那一档股票的这个华安 那至于他为什么会涨停我也不晓得 或许是有观众太疯狂了 收到资料 哇六颗星就冲进去买 但是我还是这边提醒 我看产业看筹码 重点的产业大方向要对 因为这个那一只股票市场的那一只华安 不是我们重点的产业好不好 那我们那时候给各位这一张 前两天中阳光涨停 这从冲上涨停之后这两天震荡休息整理 目前看法没有改变 多方看法没有改变 震荡整理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避开 因为毕竟我们成本也比较低一些 然后另外公布三四一三的金顶 跟二三五四的红准 3月20号给你的时候 三四一三的金顶 你看一路往上盘间 你买了金顶你也是开心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买了红准 前面的忐忑不安在今天 一笔勾销 这烟消云散 这个震荡过后 晴天太阳就出来了 我要恭喜所有的观众朋友 所有有拿到资料的好朋友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还是要再讲 除了恭喜我们的观众朋友 恭喜有来拿资料的好朋友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好今天快亮根了嘛 来恭喜我们的会员朋友 好我们二三五四的红准 从先前三月二十 就一路开始一直在买 三月二十三月二十一 三月二十一三月二十二 今天这个昨天还在买 就如同我昨天盘中及时小滴 你告诉你的有滴 我们下去剪 来这边你特别看到我的讯息当中 三月二十一号 十二点四十五分 这个鸿海旗下的子公司 负责鸿海机器人的组装与制造 未来NVIDIA 推机器人与鸿海合作 红准当然是受费者 六十块以下是买点 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买 然后这边我还写了另外一件事情 在十点十分的时候 我说近期外资很大力的这个用力在卖 内资很用力的接手股下去涨 这个是在三月二十一 给会员朋友的讯息 分享这个讯息主要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要告诉各位 我今天节目上所讲的股票 就是我们会员朋友会实际操作的股票 绝对就像你如果未来 假设你想要参加会员 你进来之后 未来我在节目上讲涨停的股票 也会是你首相的股票 绝对不会节目跟 是这个私底下的操作 不一致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去看 在三月二十一的时候在这一天 他后面又盘了三天 为什么要特别点这个重点呢 顺便做一些教学 来我们看这个先把它换 给我一点时间 我把它稍微换一下 换一下这个外资 你可以看得出来外资拼命的在先前 一直压着他一直压着他 你会发现股价根本下不去 股价根本下不去今天攻上来 那当然外资故意压着 一方面主要还是我昨天跟各位谈到的 这个借券卖出的一个因素 但是当外资压不下去之后 自然而然表示背后表示什么 一定有特定换手的一个现象 不然股价他卖超卖那么大 怎么会压不下去 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 我们今天也借由 借由我们给 在会员朋友的讯息 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来顺便做一个小小的教学 就是观众朋友 我们常常在讲 看产业买未来 看筹码买现在 所以我当下判定 60块以下的 2354的红准是可以买的 因为我们就是观察到 借券的一个状况 也观察到特定业内券商的一个状况 还有特定大户的一个状况 就像我们之前在 这个大同 48块多49块多 那时候一直在跟各位讲 大同我去买 基于他的资产 所以主产 基于他的主产 所以呢大同今天也冲得上来 那这两天也冲得上来 所以呢整个逻辑下来 你越看我的节目 你会越来越清楚 就是说就像我一直在提醒的 提醒什么 看筹码 看筹码 有时候观众朋友 可能筹码的一个概念 不是很了解 就欢迎你持续锁定我的节目 那如果说是会员朋友呢 我们会在讯息当中点醒你 让你越来越熟悉 怎么用筹码的角度去做思考 不再是只是单纯用技术面的角度去做思考 技术面筹码面产业面 三者合而为一 你的胜率就会越来越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 能够越来越顺的一个原因 那你可能看到这边 你会想说 老师今天怎么没有心灵鸡汤 这个分享一些概念 因为今天没有时间 来不及了 然后最后我要稍微提醒一下 宏海西这个讯息很多人看到他不以为意 或者是看过 然后就放过他 这边我还是要再特别提醒一下 记不记得我之前在二月份还是 那时候我把爱普五百多块 五百三十二五百四把获利出清 对不对记不记得 那时候我给各位的理由是什么 我给各位的原因是什么 那时候我们三六六一的事情也卖四千块以上 然后呢六五三三的金星科 差不多卖到五百五嘛 对不对 记不记得我之前 为什么要谈这个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忽略了这则讯息 我之前在节目上在二月份还是一月底的时候 有跟各位分享过 我说我说什么 NVIDIA他要切入ASIC的一个制研晶片的市场 那时候市场胜交传上 那整个市场都在传这个消息 那很多专家很多财经专家 很多投稿老师也可能都不以为意 还在继续买爱普或者是买一些IP的股票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已经在当下 我想你持续收看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爱普呢 500市获利出清 500市卖一半 532获利出清 然后呢像四星卖4千块以上 然后还有包含了金星科卖超过550的一个位置 那时候公开交代也是要提醒各位 因为你当一个ASIC的一个市场 这么大的一个饼 然后有一个新的竞争者进来 而且这个竞争者还是市场上某个领域的一个龙头 这是来自于非常大的一个竞争 非常大的一个竞争 所以呢我常常讲看产业 产业看的是中期格局 中线的一个格局 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有没有发现 你看我的节目这就很熟悉了 到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财经专家 叫你紧紧抱着所谓光通讯的族群 可能叫你紧紧抱着这华星光不要卖 上权不要卖 联军不要卖都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今天考量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我常常在讲我不是神 我做错了我一样会停损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我们做对了 最近是很开心对不对 但是这边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今天看到这一集 你就要特别注意 当鸿海西手联发科要供矽光子的这个CPU AI 市场在光通讯这个族群加入鸿海这个这么强大的一个竞争者 所以呢接下来你就要特别谨慎一些在像是光通讯的族群 就要开始谨慎一些了知道意思吗 这些都要开始谨慎因为毕竟这么大的竞争者进来 有时候我们当看到这个产业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定要做适度的提醒 这才叫做分析师不是吗 所以呢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能够喜欢 如果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这个产业 或者是个股的一个资讯 欢迎加入阿翔老师的Liott 那阿翔老师的Liott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盘中我们会发及时的小叮拟 像今天我刚刚不会说了吗 这个校伍我要去非凡录财经节目 当特别来宾 所以在今天一早就赶快发重点小叮拟 盘中就赶快发给我们加入Liott的好朋友 好了最后感谢所有的好朋友 抽空收看我们这一集紧急架开的节目 也要恭喜有来索取资料 有去买红准的好朋友 也要恭喜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 红准不知道他涨停了没 等一下再看看好不好 感谢各位如果喜欢这一集节目的 欢迎帮忙按个赞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原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你下耳机也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订阅留言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拜拜